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成为享誉全球的作家 显于1861年的《远大前程》 被誉为狄更斯的巅峰之作 被BBC评选为英国最清久不衰的十部小说之一 小说讲述了孤儿匹普 波澜起伏的一生 从底层意外攀上巅峰 又跌入低谷 但他终于回归了真实的人生 读懂这个故事你会明白 最好的人生是求真 匹普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从小跟随姐姐和姐夫乔生活 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乔的学徒 成为一个手艺精湛的铁匠 后来镇上的富豪郝维湘小姐 请匹普做短期故宫 见识了荣华富贵之后 匹普开始对自己的贫穷低贱 感到自残行贿 回来后他如愿做了桥的学徒 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热烈向往 四年过去他终于适应了铁匠生活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改变却悄然降临 一名律师登门告知 他将继承匿名人士提供的巨额财富 但不能打探金主是谁 前提是要先去伦敦接受良好的教育 成为一名绅士 匹普鲜血地奔赴远大前程 很快适应了上等人的角色 终日花天酒地 逐渐债台高主 他一直误以为 金主就是高贵的好围乡小姐 直到残酷的真相浮出水面 金主竟是他年少时救助过的一个卑贱逃犯 之后逃犯被捕身亡 财产全部没收 匹普的远大前程 也如同五彩斑斓的肥皂泡斑彻底破碎 黄粮一梦他终于惊醒 重新回归了脚踏实地的生活 最终匹普远走他乡 凭着不懈的努力 成功升任公司股东 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到富贵高雅的上等人 再到穷困潦倒的普通人 最终成为功成名就的成功者 匹普的人生可谓经历了 天上人间的翻转 在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惨痛中 他幡然醒悟 别人的馈赠仅是海市蜃楼 真正的前程 唯有靠自己努力拼搏 现实中许多人也像皮谱一样 渴望天降红韵 一步登天 有人热衷于买彩票或赌博 整个上天眷顾 一夜暴富 有人工作投机取巧 但竭力溜须拍马 期望因此升职加薪 有人信奉站在风口上 主动能飞起来 因此四处找风口 而不是勤练基本功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 人生如同道路 最近的捷径通常是最坏的路 无把歪门邪道当捷径 只会与成功背道而驰 人生路漫漫 时时欲岔路 人生成功与否 更多地取决于道路的选择 一步错 常常不不错 而且无法重新来过 真正的远大前程 是走正道 干实事 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美丽人生 阿丽黛拉是 好微香小姐的养女 好微香小姐家财万贯 但冷酷无情 常年待在幽暗的豪宅里 不见天日 因被男人 骗取感情和大量钱财后 将之无情地抛弃 而对男人恨之入骨 因此 他要将艾斯黛拉 培养成绝世美人 让天下男人为之心碎 皮普来做短工 结识了美丽傲慢的艾斯黛拉 爱情也在心里 前资暗掌 挥之不去 可是身份地位的差距 如同一座大山 横跟在他们之间 意外地成为绅士之后 皮普终于看到了希望之光 他又恢复了 与艾斯黛拉的密切来往 并无以为 好微香小姐 有意成全他们的婚事 可是艾斯黛拉 重选于众多爱慕者中 对皮普的真情 嗤之以鼻 皮普被折磨得心烦意乱 鼓足勇气表白 却惨遭拒绝 只能满腹绝望地离开了 艾斯黛拉转身嫁给了一个品行不端的花花公子 多年后 皮普重归故里 来到好微香小姐的老宅 意外地与艾斯黛拉重逢 艾斯黛拉婚后 饱受丈夫虐待 直到他离世才脱离苦海 两颗宝精沧桑的心 兜兜转转 终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艾斯黛拉曾是好微香小姐的傀儡 玩弄爱情与鼓掌之间 对皮普的真心根本不屑一顾 但经历了岁月的沧桑之后 他终于领悟了爱情的真谛 明白了真心的可贵 当爱情面临选择 人们常常倾向于选择那些 闪闪发光的外在属性 比如年轻貌美 有钱有势 才华横溢 甜言蜜语等 但是在漫长的生活魔力中 你终会明白 只有真心相爱的人 才能陪伴你熬过 不期而至的风雨 欣赏你逐渐盛开的皱纹 纪线里曾说 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岁月从来不严 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只有真心 才能经过时间的考验 绽放长久的爱情 虚情假意只能一时 真心相爱 才能一世 姐姐脾气暴躁 而温和善良的姐夫乔 总是挺身而出 帮皮普抵挡了许多 谩骂与殴打 乔让皮普不但没有品尝到 寄人里下的滋味 而且拥有了一个 可以随意分享 点点滴滴的温暖港湾 乔总是对皮普说 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好朋友 长大后 皮普跟着乔做学徒 过着简单快乐的日子 可是意外的前程从天而降 乔既为皮普的离开 担忧难过 又为他的前程满心欢喜 即使家徒四壁 他也毅然拒绝了 委托人提出的补偿 而热心地为皮普张罗一切 到了伦敦 皮普很快沉醉在 上等人的优越感里 渐渐地遗忘了乔 当乔风尘仆仆地 却看望他时 他却心生嫌弃 往日无话不谈的情谊 变成了无话可说的窘境 而乔心满意足地 悄然离开 皮普回乡探望 却过门不入 住在高档酒店 满足着上等人的虚荣 乔也毫无怨言 姐姐去世后 乔依然把皮普当成最亲的人 当皮普前程尽悔 卧病在床 乔听闻消息 立即赶过去 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并替他偿还了部分债款 等到皮普痊愈 乔不死而别 只留下一张尺条 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乔的善良 犹如一盏明灯 让迷失的皮普 找到了回家的路 和前进的方向 乔贫穷低微 但真诚善良 全心全意地爱护皮普 当皮普风光富贵时 乔只是远远地祝福 生怕打扰他 拖累他 当皮普落魄潦倒时 他却飞奔而去 悉心照亮 为他遮风挡雨 可现实中 有多少人的所作所为 和乔恰恰相反 当你有权有势时 门庭若势 当你落魄失意时 门可落雀 残酷的朋友圈定律时 你风光的时候 朋友最多 而患难 才是朋友的试今时 古语说 求有须再良 得良中相善 求有若非良 非良中道变 真正的朋友 不是在你得意时 锦上添花 而是在你失意时 雪中送炭 远离吃喝玩乐的 虚假朋友 珍惜真诚善良的 真正朋友 人品 才是择有的首选 远大前程 就像是一部 人生大戏 演绎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以及命运的变化无常 皮谱曾迷失在 不切实际的梦想中 但最终 他找回了自己 获得了重生 他的人生经历 如同一面镜子 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 也许我们也曾像皮谱一样 渴望寻找人生的捷径 不惜丢掉 纯朴的本真 但最终你会明白 真正的远大前程 就是保留 纯真的自己 追求 真实的人生 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块是什么滋味 但只要脚踏实地 真诚 善良 就永远会有 甜蜜的滋味 挡着你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分享到这儿了 欢迎把我们推荐 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